过去55年来 TVB创作无数的经典剧集 同时开创粤语电视流行曲的盛世 为了庆祝55周年台庆 TVB制作音乐节目《我们的主题曲》 在7集节目里面 都会有不同的剧集主题 第一集就以处境喜剧 和时装剧作为主题 时机宴率领潘正文和蔡海荣 献唱皆大欢喜的古装版 和时装版主题曲为节目揭开序幕 同时有会首歌谭永伦和颜明熙 合唱的《明天营要》继续 没有去爱过 真知他未 没有你爱我 问怎可脱从 马冠他 世界未原谅我 王志迁就获邀为经典剧歌曲 重新编曲 他还和演斗班找来雷有辉 刘威皇和Judas Law 在中华码头北径 演绎全新感觉的剧集主题曲 Patrick和威皇就说到 有什么原因吸引他们来参与 有什么原因吸引他们来参与 我听到他的编曲真的很棒 很有活力 我们小时候听的主题曲 摇身一变变变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我们第二首歌我真的想不到可以这样玩 是吗 很棒 是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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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之前演斗厅 已经邀请过两位上来玩 知道他的实力已经非凡 今次竟然可以在室外再玩一次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设计 就算是香港的 要真的犯法地去做 都未必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们是合法的 当然 我当然知道 难得偶像现身不敬 粉丝当然非迫来支持 说到这么多经典剧集歌曲 威皇就说 情愿双八线主题曲 不离不弃 印象最深刻了 对我来说都挺印象深刻的 而且很多人会比较熟悉这首歌 其实自己都很开心 我当然会记得我们小时候的 又有起 又有手 这些当然是经典 经典 经典 真的很多很多 今天又有很多粉丝来到 看到他们怎么样 他们很热烈地打气 因为其实今天是一个拍摄的工作 某程度上 就不是说真的纯粹是Busking 其实都辛苦他们 可能要逗留的时间久一点 还有一些摄影位 拍几次 拍几次 他们要走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一些难得的经验 不过他们好像真的很兴奋 真的很兴奋 不是交戏的 他们真的一点都不是交戏 转头拿一盒 转头拿一盒 Busking对Judas来说 完全家庆就熟 不过要演艺改编的剧集主题曲 他就觉得很有新鲜感 还透露自己小时最喜欢看哪一部剧 我小时很喜欢看《毛头冬宫》 那首《情的代解》我非常喜欢 不过今天不是唱这首 是唱一些更近代的 这次的编曲 我觉得是很新鸣 如果你问我 我很少唱这一类编曲的歌 所以我觉得他有帮我 给到自己一些新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曲风有少少鱼 还有少少 我自己觉得有少少跳脱一点的 比较的感觉 我平时多数都是平静一点 柔和一点 这次就会有少少不同 有些新鲜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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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